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大家圈 我是潮沛 后面是青岛的大海 非常的漂亮 但是我现在心情很兴奋 不是因为这个大海 是因为这台车 昨天晚上这台吉利银河L7就上市 公布了价格 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 你看现在紧凑型的新能源 就上绿排的PHEVSUV市场里面 卖的最好的当然是BRD的Song Plus 那他还有个兄弟叫Song Pro 就是便宜一点的 然后长城刚刚也出了两个车 还精准打CBRD 也是贵一点的叫Song Max 便宜一点的叫Song 那这个银河L7 它就是用Song Pro跟Song 就是便宜一点的那个价格 然后直接给到你 更贵的就是Song Max 还有Song Plus对标的体验给你 是不是很吸引 那这台车其实之前YP 已经做了一个很详细的静态的分享了 那所以关于它一些静态的东西 大家可以找一下YP的视频 我今天就不再多说了 然后今天我主要就是想告诉大家 这台车开起来会怎样 还有它跟上一回YP试的时候 就有一些什么改变 那当然上市了价格出来了 那我作为买车精明眼 当然也会告诉大家 它的几个配置 到底选哪一个性价比会比较高 还有它跟同级别的 就是BRD跟长城的车型比起来 它有什么明显的优点 还有缺点呢 回头见 大家有没有觉得吉利银河的这个标 像什么 有朋友说像Windows的窗口 我倒是觉得是有点像 但其实它就是吉利的logo 把两个脚给补上了 是不是 吉利之前在新能源车这一块 确实是缺了点东西 那现在通过银河这个新的系列 就把它补上了 那作为在新能源这块市场的后来者呢 其实有很多优势的 就是吉利可以看着 别的品牌啊 你们的产品缺点什么 我就对着来打 是不是 所以这台车呢 有几个点是很突出的 第一个 它用了一个1.5T的缓动专用发动机 这回是4缸的了 4缸的大家不用担心 其实3缸也没差不好 但这个发动机的优势就是功率比较大 它120千瓦的功率 那相比之下 比如说比亚迪那边用的 骁龙的1.5T的发动机是102千瓦的 那它大功率呢 在这个高速上面 或者说在发动机需要介入直驱的时候 会有个很明显的优势 当然它还有一个三档的DHT 那这个也是这台车的一个优势了 好 然后旁边呢 是一个传统的门把手 这个我非常喜欢 好然后这里呢 有快充了 支持快充跟慢充 那比亚迪那边呢 现在在售的Song Plus的DMI 是没有快充的 但是我相信 马上要来的冠军版也会有快充 但是呢 即使啊 你看Song Pro DMI是有快充的 但是它快充的功率 还是比较慢的 这台车的快充的功率跟快充的时间 明显要比比亚迪那边会有一个优势 好 然后车尾呢 就是我最喜欢的 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设计 就这个 这个尾灯 非常锐利 非常的漂亮啊 好 进去车里面再看看 吉利在冰月库上面 就已经在尝试那种 无按键的内饰设计了 那到了这台 就真的是上绿牌的新能源车上面 那肯定是没有按键的 是不是 所以你看到这里干干净净的 甚至连这个 这样连的开关都没有的 幸好这个电子门窗 还是实体按键啊 但是就是后视镜的调节 你要通过屏幕 对 然后启动按键也不用了 对 他上来一坐上来 你踩刹车 他就可以启动了啊 然后这些全都已经上电了 那这个内饰其实有两个大亮点啊 第一个当然就是中间这个13.2寸的中锋屏 这个后面是一个8155的车机 然后他用的呢 就是极力的叫做银河NOS的一个操作系统 不过呢 我刚才试用了下来啊 觉得他设计是有自己的一套想法的 但是呢 他没有很好的发挥 他应有的实力 有时候会有点卡顿啊 然后前面主架液晶屏 液晶仪表这个没问题了 副架这一块屏幕厉害了 这个屏幕的尺寸其实是比中间这个屏幕还要大的 这个就是给到副架的 对 就是你的女王 所以除了这个屏幕之外呢 这个座椅也有一个名堂呢 叫做宠爱座椅 那当然这个座椅是要选装的 也不是很贵啊 这个我待会再说 其实也值得的 但是为了做这个座椅呢 前面这一块就牺牲了 就没有这个手套箱了 前面这个屏幕呢 其实设计我觉得还挺考究的 因为大家有没有发现 它是比起我这边的所有屏幕啊 它是往里面就往前面放了一点 那这样子呢 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就是附家的朋友 你的女王她看这个屏幕的时候 眼睛不会离得太近 不会那么累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她在操作这个屏幕的时候 是不会挡到我看右边后视镜的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 这个就说明吉利的设计师 在设计这个屏幕的时候 也确实考虑到这些安全方面的一些东西啊 这台车还有很多关于安全方面的一些考虑的 比如说它下面这一块电池用的是一个叫神盾电池吧 电芯用的是磷酸铁理 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电芯的 然后他们也做了很多比如说它的结构啊 就是热管理啊 就做了很多功夫去保证这个神盾电芯的安全 所以你是用的比较安心的 另外还有一点电池辐射对不对 所以这台车他们是做了全国第一台 去做一个电池辐射的认证的 是0辐射吧 当然这个0可能是非常非常低 我觉得不可能是完全0的 但是至少吉利是考虑到这个事情 并且是真的在这方面去做了这个功夫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 刚才一直在说这台英特尔L7特的发动机有多强啊 120千瓦 最大功率 对 所以大家对它的性能可能会很有期待 是不是 其实它的0百加速成绩也不是很高啊 0百加速是6.9秒的官方的数据啊 就大概跟这个级别的这些性能源SUV差不多吧 那这个120千瓦的这个发动机的优势会体现在哪里呢 两个吧 第一个就是这台车的急速是很高的 就是比如说比较迪那边的宋家族 它们的急速是只能跑到180公里左右的 其实包括所有的单档位的这种混合动力车型 它们基本上急速都在180左右啊 连个飞度都能跑199 那没办法 因为它们的没有档位的限制就这样子了 那这台车因为有档位而且有一个比较大功率的发动机 所以它急速可以跑到240几吧好像是 啊 急速很高 但可能你会说了那急速高有什么鬼用啊 我们平常高速限速是120 那你0到100跟它们一样的话呢 那这个优势体现在哪里呢 对 所以真正的优势其实是体现在这个发动机 它只要配合上这个三档位的变速器 对 不用太多 三个档位 它就可以基本上在全速域都让发动机参与进来 就是理论上来说 如果那些单档位的增程式的SUV车型 那它们当电池没有电的时候 你靠发动机去驱动 那它们的性能就会有一个很明显的衰减 但是在这台L7上面呢 现在我开到只有一公里的这个电量了 但是它的性能是一样的 只要给油的话 该走还是走 无论我在跑山也好啊 上坡也好啊 就是它各种表现 跟它有电的时候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才是大功率发动机 它最大的一个优势 好 然后再说回我们的日常的驾驶啊 首先有一个点我是觉得很奇怪的 就是它的油门响应 或者说叫做加速踏板响应吧 准确点来说 这台车有四个模式 你在这里可以选的 有智能、纯电、增程跟性能 除了性能之外 无论是哪个模式 包括纯电模式也好 它的加速踏板响应呢 有一点延迟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吉利是刻意营造出这样一种 跟汽油车一样的这个加速的感觉啊 但是你如果用性能模式的时候 就能明显感觉到 它就是一个电车了 它跟别家的上绿排的电车是一样的 就是你点一下加速踏板 这个加速马上就来了 不会说点一下等一等 然后在底盘方面呢 这台车就做的不错了 我上手开的时候就觉得 这个底盘有点意思哦 不是那种很舒适的底盘 但是它前段就是我们叫做快阻尼的那一段 它会吸收这个振动吸收的很好 但是只要到了后段 你去过一个比较大的弯的时候呢 它这个车身的支撑又做的很不错 这个底盘真的调的挺好的 后来我看了一下数据发现它后面是用一个双叉臂的悬挂 就更加在心理上面是提升了我这种感觉吧 觉得它这个底盘很棒 另外我也特意问了刚才坐在后排的同事 他也说后排的这个舒适感 包括它这个静音性能啊 各方面都都表现得不错 所以这台车作为一台家用车来说呢 我觉得这个开也好 坐也好 它表现出来的这个水准呢 都是相当的高的 那银河L7跟它的对手比起来怎么样呢 先说它的长版吧 对 那无论是对比比亚迪还是对比长城也好 它的最大的长版就是发动机了 这个1.5T发动机的功率是要比比亚迪跟长城 它们的缓动中央发动机都要高的 然后它有三个档位 这也是比它们要强的 对 那还有价格优势 就是它比那个Solo Max 还有Song Plus都要便宜 是吧 那短版这边呢就要分开看了 首先比长城那边呢 它的短版就是没有四驱 因为无论是Solo Max也好 Solo也好 都是一个P2加P4的一个电四驱的这个架构 那如果你是非常喜欢四驱的话 那必须是选择它们的 那另外一个呢 对比Solo来说呢 就是L7给到你L2辅助驾驶的配置的价格会高一点 它要大概到16万中间配置才有 Solo那边14万几就已经有了 对 然后跟比亚迪这边比起来呢 我倒是觉得没有明显的短版呢 可能最短的就是品牌了 因为大家现在对于比亚迪的新能源车 是有一个信仰在的 对 但是对于吉利的银河系列 这个新的系列呢 可能大家还是有一点观望的心态 再给大家分析银河L7的配置之前 我想小小的吐槽一下 它们给这个配置 车型配置起的名字 你看55公里跟115公里 这个没问题了 很简单 就是它工况续航嘛 但是具体到配置呢就有点怪了 入门车型叫Pro版本 对 那比Pro更贵的叫什么呢 Air版本 比Air再贵一点的呢 又回到Plus版本 然后就Max版本 但Max还不是顶配啊 顶配是突然叫做 我身边这台新建版 对有点奇怪 但不管那么多 我们来看一下几个配置 那首先入门的 就是13万7800的那个Pro版本呢 其实基本上这台车的一些核心东西都给到你了 包括这个大功率发动机啊 然后三档DHT啊 快充啊 然后这个双液晶屏 就是主价液晶仪表 还有中间这个大的中央屏幕 还有8255的芯片 分区空调 后排出风口 其实也挺多东西的 但是这个配置只有两个气囊 对 所以我建议大家呢 不要考虑这个 给多一点点钱 往上看一下 升级到Air版本呢 只需要加5000块 143,700的车价 你就可以获得啊 首先电动主架 另外呢 就是多了两个侧气囊 然后多了这个副架的大屏幕 而且从这一个配置开始 你才可以去选择这一张叫做宠爱副架座椅啊 选装要加4000的 不过现在有一个现实优惠 打6折 只要2400块 你就可以为你的女王 选择这个宠爱座椅了啊 这个要不要你自己去想啊 不过呢 我觉得更划算的 其实是应该再加1万块 上那个Plus版本 因为加这1万块呢 其实所有配置都没有变 但是你的电池会大了大概一倍 对就是从工况55公里续航 一下子跳到工况115公里续航 那对于一台混动为主 发动机为主的车型来说呢 其实电池大的好处 更多是它能够延长电池的寿命 因为你不用那么频繁的把这个电池的这个冲放的深度把它用尽 那所以如果你这台车买回去 是想开更加长时间的 比如说7年10年这样子的话 那非常建议你不要省这1万块上大电池 再加1万块呢 就可以上到这个163700的Max 也就是次顶配了 那这个配置我个人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多了L2辅助线的系统 然后还有一对侧气帘 所以如果你家里是有宝宝的话呢 那就非常建议你上这个配置 那当然除了这些安全的配置之外啊 它还会有一个电动尾门 还会有电动的副驾 然后还有前排的座椅是有电加热 但相比安全来说我觉得这些配置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所谓了 主要是安全 最后呢就是最贵的173700的新建版本就这台车了 那这台车就会有一个自带的可开启全景天窗 下面的配置可以选但是不可以开启 然后有Infinity的11扬声器的音响 还有主架终于带按摩了 因为前面那些如果你选宠爱副驾呢 你的女王可以按摩 但是你不可以啊 这台这个配置才可以 那所以173700这个顶配呢 就是你喜欢就好 你有钱就买这个吧 但是我更加推荐就次顶配的Max版本 这个才是真的新建啊 你知道多少钱吗 大几十万 对我们还是回来聊一下吉利的银河L7吧 那这台车我觉得它存在的最大意义就是吉利就把自己卷的很厉害 然后在13到17万这个价位上面呢就给到很多东西给大家了 那如果你说它跟啊别的品牌的比如说比亚迪亚长城啊他们的同级别车型比起来会不会有什么啊绝对的优势呢 我觉得是没有的 因为大家都已经卷到这个份上了也不可能再卷出点什么惊天斗地的东西出来 但是作为一个后来者啊吉利就可以在一些细节方面做的比那些前辈们更加好一点 对那所以这台车呢其实我觉得挺适合啊刚刚步入社会 或者说刚刚组建家庭的年轻人去买的这台车它是一个很均衡的一个水桶车型 不会有短板那当然也不会有明显的长板啊除了这个动力动力是真的长啊真的是厉害 对那所以关于这台车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想深入了解的话我们可以在评论区或者在弹幕上面再聊一下 那今天就时间关系先到这里了啊我要去开海了拜拜